韩丽提起了葫芦 轻轻地摇晃了一下 然后倾到葫芦口 朝外倒了倒 一堆支离破碎的碎尸肉块 从那团漩涡中滑了出来 倒了一地 这同雨的原因 虽然是太乙级别 但是在玄天葫芦里 就是根本无处可逃 自然早已被毁灭法则之力击溃了 如今只剩下一枚金灿灿的储物镯 还悬于葫芦一层的空间之中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看似漫长 实则发生在瞬息之间 远处 银与树桐之中寒光一闪 没有多少愤怒之色 更多的却是意外 他手中长剑骤然下压 巨大剑光立刻斩下 罗扎琵琶扯出空间避障 瞬间崩溃 史川空只觉得 一股排山倒海的距离袭来 身形暴跌而下 直接砸入到下方山峰之上 一声巨响 那座青黑山峰上烟尘四起 大片山壁崩毁开来 滑落向了山下 烟尘之中 史川空飞射而出 手扶着琵琶身上 被啄出了一道白痕 顾不上心疼啊 就被头顶上方飞射而来的 一道巨大的白蛇长尾 卷住了 尹宇眼见铜宇战死 竟然丝毫没有为其报仇的意思 直接献出真身 用蛇尾卷住石川空 就欲将其带走 然而 他的身形刚刚一动 就感觉到四周景物变幻 突然变得迟缓了起来 他环顾四周一看 便发觉 是被韩丽的时间灵域 给笼罩进去了 韩丽身影闪现在前方 挡住了尹宇的去路 淡淡开口 阁下想这么一声不吭就带走人 似乎不太礼貌吧 说话之间 惊炎火鸟双翅一盏 悬浮在韩丽的身后 尹宇面无表情地开口说道 通宇本不该摆的 你是占了他心服轻敌的便宜 你说的都没错 只是轻敌的 似乎不止他一个吧 尹宇闻言神色终于一变 朝着四周环视而去 只见身下数座山峰之中 亮起一阵阵冲天豪光 一道道金色光柱和银色光柱交错 升腾而起 在高空中凝聚汇聚 汇聚成了一座巨大的虚空法阵 尹宇只觉得脑中一阵昏沉 眼前虚空中的空气流动 都变得无比缓慢起来 而他周身既像是被压上了万军重弹 又像是被无数锁链捆绑 沉重迟滞无比 尹宇一溅昏沉 缓缓自语 这是 这个时候啊 他身下的肠尾不禁一松 被石川空撑开了些许 从中飞掠而出 汉里手握一枚发光玉 迎了石川空问道 不打碍吧 不打紧 趁他被断式进攻阵困住 咱们速展速决 石川空手中同样握着一块发光玉 韩丽不再多言 点了点头 双手一合 把那块玉夹在当中 掌心亮起金色的光芒 不断把体内的时间法则之力灌输其中 石川空也同样如此啊 只是掌心中亮起的是银色光芒 当中荡漾的阵阵空间法则波动 随着两人全力催动 那座浮现于虚空之中的法阵上的光芒越来越亮 当中传递出两种法则之力波动也越来越强 银语只觉得时间流速越来越慢 而挤压在身上的千军重力啊 却是越来越难以忍受 可偏偏神识的迟滞让他无法做出应对 只能一点一滴的清晰感受着周神传来的痛楚 一阵阵沉闷的声音响起 银语四周的虚空开始一截一截的塌陷起来 原本的法阵空间从四面八方向着中央坍缩开来 当中承载的空间重压啊 也开始一点一点的朝着银语身上轻炸 最多在有半炷香的时间 那片法阵空间就会彻底的坍塌 届时银语便会连同原鹰神识一起被碾碎 而这一过程在时间法则的延缓下 会变得无比的漫长难耐 所承受的痛苦丝毫不亚于 被韩丽收入玄天葫芦中的铜语 不过法阵虽然厉害 所要付出的代价却是不少 韩丽和石川空各自拿出一个 运有时间和空间法则之力的法宝 是注定要彻底损毁的 并且法阵当中困住之人的修为越强大呢 所需要的法阵运转时间就越久 而他两人身上的法则之力消耗就会越大 这也是为何他们没有在一开始就启动法阵 而是在诛杀掉一人之后 在同时开启的缘故 这样呢 才能保证有足够的法则之力 支撑到消灭阵中所困之人 韩丽一脸肃然 全身贯注地控制着时间法则之力的输出 而身旁的石川空呢 就已经浑身大汗淋漓了 先前为了应对隐语的追击 石川空强行催动罗渣皮盘 空间法则之力消耗远超最初的预计 此刻竟然有些支撑不住了 法阵之中空间压缩仍在继续 银语身下爆开一团团星红的血花 一条蛇尾已经被空间挤压成扁平之状 胸口也有肋骨折断 塌陷下去了一块 只消片刻它定会浑身骨骼进断 再难有所作为 可就在此时石川空体内法则之力 却再也无以为继消耗一空了 它掌心欲上的银色光芒忽然一脸 暗淡了下去 整个大阵一阵的嗡鸣停止了运转 几乎同时啊 下方两座山峰之上响起了两声暴鸣 那两件压阵法宝也终于支撑不住 爆裂开来 整座大阵彻底的分崩离析 不好 韩力暗叫一声 毫不迟疑地收起玉 并止朝前一挥 它身外立刻呼啸之声大作 十八柄青竹风云剑电光狂闪 纷纷暴射向了银语 然而银语那边却是雪亮的剑光一闪 一道巨大无比的剑气瀑布 从高空中直坠而下 非但把所有的青竹风云剑尽数击散 还静止将下方一座千丈高峰 直接磨平了 韩力把所有的飞剑召回身侧 再朝那边望去时 却见剑气步步余微散尽 后面已经没有了人影 只在极高的天幕上 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剑气痕迹 银语竟是重伤之下 直接选择了逃离 韩力将一直从旁侧映的经年火鸟 换了回来 转身朝石川空望去 只见其胸前一斤处 血红一片气息不稳 显然也是伤势极重 韩力袖子一抖 一股青霞一卷而出 凭空把石川空身躯一下 稳稳地拖住了 这次就不逞强了 伤势不清 哪些时日才能复原 只是放跑了一个 有些可惜啊 这次能平稳度过 已数万幸 就别再多求了 弟兄啊 经此一事 我对你已是真心佩服啊 若是先前依我之言 只管逃顿的话 现在未必会被追上 但晚个三五日之后 肯定还是难以脱身 状况是怕要被动得多呀 被追杀得多了 自然有些心得 有时候一味逃亡 反倒不如出其不意 打个伏击 事无疑是 我们还是尽快赶路 只怕下一次 就是那个大罗凶兽 追杀过来了 嗯 石川空点点头 韩力手掌一挥 一艘碧玉飞车浮现出来 石川空在青霞一卷之下 随着韩力 一起落在了飞车之上 韩力正要施法催动飞车之时 像是又响起一事 手中动作停了下来 随即他手掌一挥 七八个形状各异的傀儡浮现而出 手掌翻出了几张符文 分别贴了上去 石川啊 挑上几具傀儡 留些些自己的气息吧 刚才你是说被人追杀出的经验 我原本是不信的 现在倒是信了几分 只是这法子只怕用处也不大吧 步步一阵而已 能用则用 用不上也没什么损失 于是两个人在几具傀儡身上 留下了自己的气息 略以催动傀儡 便各自飞略出了飞车 朝着不同的方向 挤驰而去 韩力这才一催碧玉的飞车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边 数日之后 金西大王洞府里 大殿地面之上的金银器物摔了一地 残碑断斩碎的狼藉一片 所有的妖兵妖匠瑟瑟发抖跪了一地 银宇拱着身子头颅垂下 看不清脸上的神情 胸前衣襟带血 受伤不清的样子 金西大王一同发泄之后 缓缓坐回到自己金色的长椅 细眼微长地 眯着问道 是说 除了石川空之外 他身旁还跟着一个太乙境初期的人组 童宇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挥禀大王 那个人掌握时间法则 与石川空的空间法则相互配合之下 所以你就败得理所当然 丢人的退了回来吧 恕下知罪 罢了 若是一开始同与成能 你们两人联手杀敌 结果未必是这样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欢迎订阅